有一篇是那個夏威夷的什麼FAPA 台灣什麼事務委員會 他的那個主席寫的 喔 台灣要怎麼有個共識 那我們先把ROC這個名字 改為台灣嘛 啊是不是犯我 我剛開始講是不是說 美國為什麼向英國宣布獨立 而不是向荷蘭 不是向葡萄牙不是向西班牙 他就犯了這個錯嘛 ROC改為台灣 為什麼ROC要改為台灣 你不需要改ROC不是你的名字 對不對 我的英文名字叫Richard 那大家說那你應該從 別的名字改為Richard 我需要這樣嗎 我別的名字直接丟掉 那不是我的名字 你FAPA頭腦壞掉耶 你不需要改 你本來就是你的名字 但是你必須站起來說 國民黨請客我不去 民進黨請客我也不去 你必須做這個事情 因為林志生告訴我們 國民黨是中國國民黨 民進黨是中華民國民進黨 所以這兩個都不要耶 這個是FAPA的問題 因為他們要每天吃飯嘛 對不對 宴客 所以他的框框走不出去嘛 所以這個是很多人的問題 我們要能夠看清醒 我 在研究這個台灣話題 有十年耶 啊我們曾經像 時報出版社也有出 那個記者整理的 什麼台美關係 這麼厚喔 所有的文件 所有的說法 所有的東西都在裡面 人家也有給我那本書 啊我整個看喔 他所有的東西都記錄下來 問題是 我不認為這個是研究的方法 而且可以說 這個不是一個研究的方法 你只是記錄而已 你如果要研究這個話題 你必須有個結構 不是光把所有的paper 拿來堆在桌子上 開始把它這個編輯 啊這個前後順序 按照這幾個在談這個話題 這個不是研究方法 你要有一個結構 所以 為什麼一直到 一直到 英國那個 牛頓 大家在談天文的時候 很多人談很多天文的東西 但是很多東西無法解釋 啊後來牛頓 他是 四百多年 的時候 活在世界上 大家說他是數學天才 他開始研究 這個 天文的時候 他第一個事情說 我必須有個結構 去談天文 天文是什麼 他已經那個時候 已經是科百尼以後的快一百年 他已經決定 太陽在中間 太陽系 問題是這些行星怎麼繞 什麼樣的一個軌道 不是圓形 是什麼樣的一個軌道 還有那個彗星 是什麼樣的一個情形 還有外面的那些 外面我們看得到 天和系 什麼所有 英和系那些 是怎麼樣的情形 他說你要研究這個 要有一個 結構 不是光 幫你觀察的 寫下來 所以他發明一個結構 他所發明的結構 我們今天稱為什麼 微積分 他是主要 發明人之一 他發明微積分 所以一個軌道怎麼走 他就研究這個 所以等到 別人的資料 別人觀察 天文的現象 什麼 他可以拿來 他可以看他的結構 那他可以告訴你 這個觀察是對的 或是他可以告訴你 你這個觀察是錯的 所以這個也是一樣 很多人就一直認為 很多人就一直認為 當初在聯合國 不是要把台灣什麼留下來 就是改名字 我覺得那個意義不大 就算留下來 不要多少時間 一定會被踢出去 因為台灣不是一個國家 台灣是佔領地耶 所以很快就被川普了嘛 對不對 你看如果他 留下來他要改台灣的 那他國內又 又是說中華民國 他聯合國說台灣 這個也不通啊 那台灣人會革命 那我們要台灣憲法 那個整個會爆災 所以不行 不行 我想 就算留下來 很快 很快就鬧翻了 要不然就接下來就是 那個 中國 加入了安理會 又為提議 把它提出去 提出一些證據 所以 很多這個事情 因為我們有我們的結構 我們整個歷史結構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人家講什麼是對是錯 是有意義 是沒意義的 對不對 我們可以判斷很多這個事情 你結構 就是給你判斷能力 你要有那個結構 OK 所以 我們 一個主要的結構 或是主要的兩個結構 就是美國 墨西哥戰爭 美國西班牙戰爭 看他接下來 那個 領土怎麼處理 他所征服的領土 怎麼處理 就像 我們林博士會提到 美國墨西哥戰爭以後 有 有主要的大法官判決 他的說 嗯 對那個領土割讓來說 和平條約生效 並不代表軍事政府結束 這是很重要的 一般老百姓沒有這個觀念 所以他無法了解 台灣是什麼情形 也無法閱讀 九金山和平條約 因為他裡面有寫 軍事政府 軍事政府 一般人了解 不了解 所以他無法看那個條約 你就問他說 好 美國墨西哥戰爭 美國西班牙戰爭 整個軍事政府 對每一個 主要的那個 各樣領土 什麼情形 什麼開始 什麼結束 他不會 那你看什麼條約 你不會看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 我們很重要的 因為有這個結構 所以可以做這樣的分析 也了解 國際法 和美國憲法 運用 在這些地方 的基本情形 這個就是很重要的 所以 另外一個誤解 人家會提出來 就是說 那還得了 如果加入美國體系 你知道美國人 都可以自由的買槍耶 那將來是不是台灣 街上每一個人都有槍 那還得了 那這個牽涉到什麼 這個牽涉到 美國憲法 他的這個 人權的部分 一般我們說是 他主要的人權 有一些修正案 第一條修正案 到第十條修正案 他們叫做人權法 第二條就講到 人的那個 有槍支 的那個權利 但是這個 一樣 法律離不開歷史 歷史離不開法律 為什麼第二條 有這樣寫 因為剛開始 美國 跟英國 宣布獨立 而英國不爽 就派兵 那美國沒有軍隊 所以每個人 因為他平常打獵嘛 他平常要打獵 要得到一些 一些什麼東西來吃嘛 所以去打個野鹿 去打個鳥 去打個什麼 所以每個人都有槍嘛 他槍放在家裡 他槍放在家裡 後來他發覺說 我打一隻鹿 還是我打一隻野豬 這個槍也可以打英國人 很管用 所以他們槍放在家裡 每一個小鎮有個廣場 英國人來了就敲鐘 大家拿著槍跑出來 民兵啊 這是他的歷史 所以有這樣子留下來 他主要的精神 是這樣子留下來 而且美國太大 一直都有很大的一個 野外一個森林 那些 人家一直往西部拓展 沒有槍 你怎麼活欸 到今天為止 我爸爸媽媽退休 搬到Tennessee北部 你家裡沒有槍 Tennessee鄉下 沒有這種家裡啊 每一家都有很多槍欸 你沒有槍 你很可能出問題欸 有野狗欸 有狼 有熊 有熊 偶爾會有熊什麼的 那個狼 我們有養狗 狗有兩種 Tennessee狗有兩種 一個是駐外 一個是駐內 駐內就是那個 嬌生慣養的那個小狗 駐外是幫你在外面 跟你一起去探險什麼的 啊晚上你那個 駐外的那個狗 被狼圍起來 你不處理 鄰居拿個棍子來處理你 這個是看的很嚴重 這是看的很嚴重 你必須保護你的狗欸 你不能把牠 冤枉死欸 這個會調查欸 不可以 明明狼攻擊牠 你沒有開槍欸 這是不可思議 你大概會被判刑啊 直接判你虐待 這很嚴重欸 所以爸爸在家裡有槍 聽到外面很大的聲音 牠房子四周都有很大的燈 大燈我看到狼圈 直接砰砰砰 哇 那個聲音是大 大概聽了幾公里以外的 沒關係 第二天你來看 三隻狼燙在那裡 嗯很壯觀 但是我的狗還活著 那還得了 所以那個美國的那種打獵 種種的那個也是牠的基本精神 牠有這個歷史我們台灣沒有 了不起有一些 有一些 三地同胞有一些打獵的情形 他們可以保留那一部分 但是其他的人不會有牆 所以這個整個話題牽涉到什麼 美國憲法到海外領土的運用情形 這個也是一種專門學問 但是基本上 美國大法官 從美國開始有海外領土 就是梅西戰爭以後 所以到現在一百一十多年 他陸陸續續有一些判決 呃 是不是自動用這個條文在海外 No 陪審團 沒有 陪審團不是自動 把這個權力付到海外領土的 你如果要 你當地的法律 你把它通過 但是 沒有說 因為你加入美國體系 所以自動有陪審團的制度 沒有 他有這樣的判決 當然聯邦稅 聯邦稅也不是科在海外領土 糾稅更不科在海外領土 我們有 有這一方面 我跟林博士有做一些 大致上的整理 但是不會有什麼 現在的情形不會有什麼 很大的改變 最基本就是 Life Liberty Property Due Process of Law 生命自由 財產 正當法律程序 這個是基本的 生命自由財產 正當法律程序 OK 這個是基本的 每一個地方都 都給你 你可以主張這個權利 所以你不能 任意剝奪我的財產 或任意剝奪我的 我的自由這些東西 就是美國 也要有那個理由 美國這個英美法 台灣用的法 算是大陸法 所謂大陸是歐洲大陸 所謂歐洲大陸 主要是德國 台灣用的體系 是因為日本 是也是 這個歐洲 體系 然後過來就是 那個到台灣 所以他主要是用這個體系 啊這個體系呢 在我們美國人看起來 問題很多 一個很大的問題是 他沒有這麼重視司法判決 美國很重視司法判決 司法判決 也似同 差不多似同法律 就說因為他這樣判 我直接主張 OK 所以我們就這樣處理 但是在台灣還有很多 什麼自由心證 他不一定回以前的判決 他可以改 他可以不改 他也不必說理由 這個很奇怪 那這樣子就是我 我作為法官台灣 那我隨便判好了 但是 給我這個美國人的感覺 我覺得這樣不好耶 你判決要做得很認真 然後這個問題 你就是要解決 以後的人 就是用 你這個判決 來做一個 刑事的標準 這個才是一個 法律體系 應該有一個 基本要求 這個也是美國 基本精神 我們法律體系 裡面的一個做法 我就以這個判決來 解決這個問題嘛 所以你看 剛開始 美國西班牙 戰爭以後 就是 波特里克 已經割給美國 但是他明明不是一州 所以他是什麼 所以那個時候就有進口稅的問題 有的人認為說 波特里克 以前是西班牙的 現在割給美國的 那他不是一州 但是他是屬於美國國內的 那有的人說 他是 還是屬於國外的 因為 並沒有國會的一個法案 給他併進來 美國體系嘛 就有一個條約 說是我們的 但是沒有正式的併入 所以這樣 巧來巧去 這個稅要怎麼課 美國的那個海關 課稅的部分 他就說我就這樣課稅 人家不同意 就 就體術院就告 一直到了美國最高法院 美國最高法院就說 非國內非國外 但是他把這個解釋得很清楚 呃 就說你這些地方 對 美國國會還沒有 還沒有通過 所以他給他一個名字 為和平領土 為和平領土 所以 所謂非國內非國外 那他意思就是什麼 意思就是 有的時候把它當做海外 有的時候把它當做 國內 所以其實 那個時候 Purto Rico的人民 就被變成這樣 國民非公民 所以他對於 美國聯邦選舉 就沒有投票權 國民非公民 那就說 美國移民署 也可以設配額 我可以做某一個配額 你雖然拿美國的旅行證件 我可以設某些配額 讓你這個人是不是要移居到美國 我們這個 美國大陸 美國這幾個州裡面 這樣 我可以設配額 那你那個稅 就是 其實他另外算 他就告訴那個 裹稅的那個 進口稅的單位 你必須另外算 那你另外算 按照這個規定 什麼什麼 你要考慮到什麼 所以他新的一個作業出來 那 問題在哪 問題在那個 美國憲法的時候 美國境內 所有的那個什麼 進口稅都是 一致的 好那大法官 在審核這一條的時候 這一條跟那個 從波多利克的貨品的進口稅 這一條好像是 是有密切的關係 但是他在檢查 這個波多利克的這個歷史 法理離不開歷史 歷史離不開法理 他發覺 波多利克 古巴這些地方 長期上 對西班牙 是有抗稅活動 認為西班牙的稅太重 好那現在 1899年 現在變成民國前 差不多13年吧對不對 現在波多利克 割給美國 我們現在看美國的 一般的稅 進口稅 我們跟波多利克本來的稅 比起來 發覺什麼 高很多耶 所以我們要把我們的稅 一致的放在那裡 那波多利克一定會 全國暴動 這個毫無疑問 所以那行不通耶 他已經在西班牙很低的稅的時候 在我們看起來 很低的稅已經在抗稅 更何況把美國的稅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是 20世紀的開始 100多年前 他說行不通耶 所以他後來就分析出這個 為合併領土的這種 就等於說 美國這個 州是 已經合併的 這個領土 因為美國州 很多次本來是領土 像 什麼歐哈歐領土 什麼 路易西安的領土 加利福尼亞領土 這些本來是領土 後來他併 到美國去 變成一州 已經合併領土 都是變成一州 或者變成 割開變成兩州 變成三州也可以 那這些 為合併領土 將來不一定要做為一州 所以有這兩個 不同的體系出來的 然後他的稅也不一樣 所以他用這個方法 他就把這個問題 把它解決掉 那個判決 1901年到現在 110年前 那個判決 如果你印出來來看 大概有 八十幾頁 今天的那個A4 八十幾頁 那個時代沒有大字幾頁 用手寫 你想他寫幾次 他必須起草 他必須你搞 所以那個時候 什麼書記官都在寫 八十幾頁 然後他裡面 你看他分析到什麼程度 對這個問題 大概有人 我們有六個不同的意見 我們一個一個去探討 第一個意見是什麼 探討個五六頁 第二個意見 探討個五六頁 第三個意見 最後 總結以上 第一個有什麼優點 有什麼缺點 第二個什麼 哇他分析很徹底 非常徹底 非常徹底 你真的 對他的這個邏輯 不得 我真的 我看完那個判決 我這是五體頭地 他分析得好徹底 所以到今天為止 很多人還在看那個判決 一百多年的判決 今天人家還在翻 裡面發覺有很深的智慧 所以我剛剛講的 美國體系 把這個問題分析 把它處理 把它處理掉 讓這個司法判決 留下來做 以後的參考 這個精神 我覺得真的是 正確的做法 不是像台灣 我們 我們去台灣的那個 什麼行政法庭 什麼去的幾次 對於以前的判決 他們不太看 我覺得這個不是一個 一個一個做法 這個不是一個 法院應該有的做法 有時候連你的 你的 你寫的撞子他都不看 他自己 有另外一個意見 他自己有另外一個意見 這個故事可以講很多 Renor明明 在台灣 你常常看到什麼 明明你常常看到 法律是最高的 但是明明你去做什麼東西 你發覺就是 你發覺就是 某一個 韓令 某一個單位的韓令 就把你那個法律的傳遞 就把它拿掉 要不然把你的 衣物就增加好幾項 你就不能這樣子啊 明明 中 ROC的法律體系說 影響人民全力一無四項 必須以法律定制啊 中央法規標準法不是這樣寫嗎 你到法院去講講看 法官不理你 他不理你 所以以前 我 因為我外籍配偶 所以早年 我們在做外籍配偶活動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養女婿活動 因為那個時候 我們開始在83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沒有很多 外籍媳婦 後來外籍媳婦增加大量的時候 那就那個婦女團體就進來開始補導這一塊 但是那個時候還沒有 我碰過一個老先生 他說何先生 我跟妳講啊 我想老先生要跟我講 我告訴你啊 你幫這個外籍配偶打這麼多官司沒有用耶 我說為什麼沒有用 他說台灣啊 這個考試院啊 監察院先別開不談啊 你美國人認為啊 他應該是三權分立啊 台灣沒有三權分立啊 我告訴你啊 最公正的一句話 其他的 桌子下面的問題我先不談啊 我先談 最公正的一句話 台灣啊最多是2.5分 分立啊 不是三權分立 最多2.5啊 我說什麼意思 你講這個話什麼意思 我說我告訴你啊 你跑什麼行政法院什麼的 他有任何疑問啊 這個法官都會偏向行政機關的解釋啊 他不會很客觀的站出來 就說好國家的法律應該是怎麼樣 超然的法律在上什麼什麼 no 他會偏向行政機關的解釋 而不是偏向國家應有 整頓法治 欸我想一想 我所跑的很多很多的案子都是這樣 莫名其妙 明明法律是這樣規定啊 按某一個 某一個 命令啊 一個小命令 或是一個韓令 都把我們這個傳遞都拿掉了 啊結果告到行政法院 他還維持那個行政機關的做法 我狂然大悟 欸你講的完全正確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 我本來幫很多外籍配偶 輔導他們去打行政官司 沒有用 沒有用 那個法院不客觀 他不維持 所以我 後來我就發覺 我本來說我們要做一個 兩性循環 要有一個好的一個改變 但是你發覺 打官司不是一個好的做法 他法院不客觀 不客觀 我隨便 隨便舉個例子 很多人不知道欸 隨便舉個例子 但是我認識 我認識一個先生 他是輔導 那個 他是 從20年前就輔導留學生 他輔導是什麼 輔導是兵役問題 因為這個台灣的男生 要到海外 他要留學 然後 他的兵役問題 種種 什麼時候可以回來 可以回來 多久 才不會被扣下來 什麼時候出境 什麼時候進來 他專門研究這塊 輔導很多家裡 很複雜欸 很複雜 他專門研究這 可以說他這一方面是 走路的百科全書 真的 一點都不 不誇張 每一個韓令 每一個信證命令 每一個解釋令 什麼 清清楚楚的 引進據點 這個研究這麼久 就兩點他不清楚 我問過他 這個中華民國到底在台灣 爭兵的法律依據在哪裡 他說他也不知道欸 他也不知道欸 就知道一件事 你不去他把你管起來 就對了 法律依據在哪裡 他不知道欸 他曾經在立法院的公聽會 問過他們 那個國防部也答不出來 那你要站起來說 那既然你答不出來 可不可以全面聽 聽到你解釋為止 你發覺沒有用 沒有用 第二個問題他不清楚 是影響很多很多的家裡 好我不直接講 我慢慢解釋 但是 我也碰過一個朋友 他到海外 他去留學 那他是要服兵役的嘛 那個男的 所以他是在加拿大的嘛 加拿大的這個西部嘛 西部我忘記哪一省 所以他每一水期 就有那個什麼入學證明 他有這個文件 他就把學校的這些文件 整理好 學校相關證明 OK這個學生 確實在這裡讀書嘛 他這個把這個文件 一封信就寄到 文革華的住外辦事處嘛 他就說我是學生嘛 所以按照這個 相關規定 我可以 不要馬上去當兵嘛 他有這個規定嘛 可以圓征嘛 我好我這樣 所以他這樣一直到差不多三年級 他每一個水期都寄嘛 去掛號喔 到三年級他呼叫到期 他去 到那邊去延期 他先打電話有沒有問題 他說不會有問題啊 你就來延期 他去延期的時候 他把呼叫叫過去 他當場把扣下來 然後說你違反那個 什麼什麼 當兵條例嘛 你違反那個 刑法 所以我呼叫我沒收啊 他說我違反什麼 他說你沒有 你逃兵嘛 逃兵嘛 因為你 那個幾歲要當兵嗎 你沒有當兵嗎 他說我是就學 我可以 你知道國防部隊那個 這個 命令的解釋是 自使用在國內大寫 他學生說哪有這樣寫 哪有這樣寫 你告訴我第幾行是有這樣寫 他就回答一句話 違反 刑法第幾條 OK 所以沒收呼叫 OK 要喬要鬧 我就叫警察 就這樣 他是面對你這樣 所以當然他就緊急打電話 總總後來聯絡 他本來沒有聯絡那個 那個黃先生在做那個輔導 他這個手慌了 他就打電話給那個黃先生 那個黃先生說 對啊 這是他的解釋啊 他說那 那於法無據啊 他說對啊 他說我問過那個黃先生說 我問過很多律師啊 律師說也於法無據啊 那等到你受到那個判決 你逃兵啊 你 求助無門啊 所以也沒有多久 他家裡就受到那個判決 判決啊不是開庭喔 是判決喔 所以他爸爸媽媽就跑去說 這個什麼時候開庭 我總是要出來辯護嘛 他說早就開庭啊 他說那你沒有通知我 有啊有通知啊 這裡有紀錄啊 我們瓜和信這個時候寄了 你沒回啊 退回啊搬家了 他說我沒有搬家 對不起就是這樣 程序已經完成了 所以這個孩子要不要回台灣啊 沒有啊 就留在加拿大嘛 對不對 這個就是他第二條無法解釋 你明明沒有限制 那個就學在哪裡 然後你執行的時候 就增加 法律所沒有的限制 有沒有 他不理你 好 可以 啊你要談判嗎 談什麼判 所以那個黃先生說 他有一個先生我忘記那個先生姓徐的 他的兒子一直在什麼麻省理工學院 一直讀什麼很健身的什麼物理化學 後來得到美國好幾個獎 哇他就非常的光榮 然後那個人 是林子生 說的那個 中國人啊 因為那另外三個字不能用嘛 反正他不是本省人啊 對不對 他是那種 後來 從中國逃過來的那個 1949年 那個後裔他兒子也是後裔 哇那個人是 中國民國萬歲 每次遊行 哇他那個徐先生的派第一位 等到他兒子受到那個 心事判決逃兵啊 整個徐先生 怎麼可能啊 我一直在就學我沒有逃兵啊 就學可以 延期你入屋的日子 知識用在國內的大學 沒有這樣學吧 我看了很多次吧 黃先生跟他說 徐先生 你對中華民國不了解 你現在了解吧 他就本來他是最愛國主義 他就直接去美國告訴他兒子 馬上開始辦移民 就直接留在美國 不要回到這個混蛋的國家 馬上這樣改變 嗯 但是 那個租外館去 雙氏節親吃飯 他兒子是不是還有去吃我 沒有查證 可能還有去吃 如果是我去吃 把這個盤子直接給你 租外代表直接給你蓋過去 好不客氣啊 所以 很多人 就像我早年 我在做那個 外籍配偶的那些種種移民問題 我就去看民法 什麼 刑事案子我做的比較少 但是後來我也做了 我跟我太太說 我只做行政法跟民法的案子 後來有時候真的那個 我後來碰到一些 菲律賓的那個什麼 預期拘留 又是 又是台灣 好像又是 呃 海外華僑在這裡 有國籍 沒有身份證的什麼 那些有預期拘留 哎呀又被傳送到刑事法庭 哎呦 我說哎呀現在我還要做 我還要寫刑事狀子 我就幫他們寫那個刑事狀子 教他們去 然後什麼什麼 我沒有考什麼律師 啊我 我就是一天到晚上寫那個狀子 有一次有個小子要 要辦禮婚啊 他是有時候外界有 他幫我去 我就去那個法院 然後他說 那個什麼原告律師 我就站起來 他說你有律師 他說沒有 他說好過來 我到那個法院 他說那你 我到那個前面跟那個法官說 他說那你用哪一條來這樣 我說用民法 三百什麼什麼 然後我們用這個 那我要主張這樣 我要主張這樣 他說好好好 那我就認定你為律師啊 就這樣 他說這樣就可以了 喔他們這一方面很客氣耶 他說那你那個 你那個 夏小姐她身體不好 那下次她不用來 你直接代表就好了 就這樣 哇 哇不錯 所以我 我跑那個法院 跑了好幾年 我就幫那個外界朋友 再處理事情 但是後來你發覺 不好處理耶 那那個 你碰到關鍵問題的時候 就像那個 外國人要有工作證 當然我現在有永久居留證 所以我們 工作全自由的 但是 一般外國人有那個 一親居留 他做什麼 要有工作證 那工作證 有最低薪資要求 你們台灣人的那個薪資要求 啊外界配偶是加倍 所以如果你們 一萬八拿外界配偶就三萬六 他是最低薪資要求 最低薪資要求 好那你就這樣 繳工作好了 後來 他就說 義工屬於 他有一個含令 義工 做義工屬於就業 必須有工作證 就覺得很奇怪 義工是沒有薪水的 那我怎麼符合你最低薪水要求 我怎麼辦工作證 啊那個 王如萱他不管你這些 就是要有工作證 我說沒有薪資 怎麼可能 有工作證 你也不會核准 不是嗎 他說就是要有工作證 我說你可不可以回答 我的問題耶 就是這樣子 好下一個問題 他們就是這樣子 就是下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就有 就是請老委會就說 那我不要有工作證 因為反正義工沒有那個 沒有薪水 我不可能辦工作證 所以我就是不必有工作證 我就有做義工 所以這樣申請他們說不可以 什麼什麼我們搞 搞到了行政法院 最高行政法院 最高行政法院怎麼辦 你搞錯了申請對象 義工是屬於內政部的 義工的管轄是內政部的 我說對不起法官 內政部對外籍配偶沒有這樣的限制 內政部是說外籍配偶可以做義工 問題是老委會說外籍配偶做義工 是必須有工作證 所以如果是這樣子 那你就把他這個 實行記者裡面的這一條 你就直接取消了 他說那我沒辦法這樣做 我說為什麼沒有 違法的東西 你就直接宣布取消啊 他說我沒辦法這樣做 但是我告訴你 你告錯了單位 那我們反過來 跑三年 結果是零 搞來告內政部 內政部就回到 說我沒有對外籍配偶有任何限制啊 那你要告什麼 啊你去做個義工 就像公園 什麼過個義工 那就看高不高興他要不要抓你 如果他抓你 他可以給你出局出境 你沒有辦工作證 你怎麼辦 求救無門 沒有辦法 那真的是 你發覺沒有辦法 真的是沒有辦法 什麼事情沒有辦法 啊就像那個 比如說那個西藏人 在台灣與其拘留 啊內政部就說 那我現在要給他們 70個名額 啊所有的人站起來歡呼 喔好怕 70個名額 我認識那個黃先生 在那個宮廷會 站起來說 請問部長 法律依據為何 他說這個沒有法律依據 這是我的德政 黃先生說那 換一句話說 你沒有依法行政 那應該彈劾你 是不是 啊部長說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就是說 你說75那為什麼不是175 那為什麼不是37 那為什麼不是37 你的依據在哪裡 那你今天可以違法的這樣子 那明天又是什麼 所以他說請部長請直接取消這樣子 請你依法行政好不好 那你可以想下一次內政部開會 會不會請黃先生去啊 不會 但是他講錯了嗎 他沒有講錯 他沒有講錯 你這樣做是不對的 要嘛你叫立法院 給你一個什麼傳線 來做什麼東西 但是不是這樣 你這樣子做應該彈劾 這樣做不是德政 這個不是 我告訴你75個 西藏人馬上得到居留權 明天 又有75個在這裡 我要居留權 我要合法工作權 馬上又有一批 所以你那個沒有解決問題 你要用制度解決問題 不是你這樣 然後你把它化妝為德政 No 人民本來就有權利耶 那個不是你的德政 人民本來就有權利做某些事情 他的居留本來 如果你多少時間 沒有辦法給他錢送回去啊 按照國際法 你就是要給他居留啊 那是他的權利耶 要不然你給他居居出境 居居到哪裡 對啊問題在這裡 居居到哪裡 西藏流亡政府 在那個地方 你跟那個地方 你跟西藏流亡政府 也沒有包括關係啊 所以你發覺 問題很多 啊我們處理 為外籍配偶處理 為別人處理 為外籍配偶處理 處理很多 就發覺好像 抓不到頭 抓不到尾 對不對 那現在在這裡 我們有些 那個原住民 啊他就說他的 他的一些傳統領域 現在政府就是 現在政府就是 要收回去 或是沒收什麼 啊他來上我們課以後 他就說 欸 如果光復節不存在 那確實是 是美國攻打台灣 是美國 政府台灣 是美國 運送 中華民國的軍隊 來這裡的 有沒有台灣光復節 是誰決定 是誰決定 是美國決定 但是美國 必須按照國際法來講 不是你中華民國 片面講光復節 這個是百分之百無效 如果要講的是 美國講的 如果要講的是 不是你講的 你有處理 一艘船 一個軍官 一個飛機 為了收復台灣 你有出什麼東西 你0.00好不好 你還敢說什麼光復節 沒有這個 全部無效欸 而且國際法上無效 美國的那個 外交的那個 系列歷史的那個文件 也都講 那是佔領的 開始而已啊 沒有什麼光復節 沒有啊 那既然如此 請問國有土地的依據在哪裡 沒有依據啊 所以想一次 我們那個 林永成 他就說 南部有一個地方 也是他們要搜回去 就說 嘿我們應該為他們 我說我不知道 我們可以做什麼 這樣子 你寫 你寫100個字 什麼 你 你比較懂我們論述 你寫100個字 我們看看 maybe我們可以貼在那裡 所以我們 商量了 一個禮拜 他 他寫我們修改 他寫修改 然後考慮到 翻譯成英文種種 後來 把那個 把那個章貼在那裡 汉英對照 翻譯在旁邊插幾個美國棋子 結果隔兩個禮拜 我們說 那結果怎麼樣 他說不知道 那個警察來看了 然後半天後來都回去了 所以 這是我們能做的 我不知道 現在是選舉期間 有時候他們 做事情不這麼那個 所以會不 不敢說這個牆起有沒有 什麼樣的 但是剛開始 anyway 有那個 我們是希望趕快有我們 智慧隊的 有我們智慧隊的 anyway 有 我不知道欸 但是有的人 軟的講不通 有時候硬的講得通欸 因為我朋友 以前在台北 他們 他們說什麼 你不惜犯規檢舉啊 教育部 教育局的讀學來 你不惜犯規 說要處理你 他說 我不知道啊 我可以給你一個電話 你打給這個人啊 上一次讀學來 你就撥這個電話啊 他們會跟他談啊 所先生 你要繼續活著嗎 你要繼續活著嗎 一句話嗎 你要繼續走路嗎 你要嗎 你就離開這個地方 永遠不要回來 ok 如果你回來 我告訴你 第二天你在醫院 把那個人在人群中消失無蹤 我們不知道這個事情 但是你怎麼辦 你燃的不吃 那硬的總是要吃嘛 所以我們智慧隊什麼時候成立 趕快 對不對 我們要趕快有這個行動 我們就告訴他們說 你的管家已經結束了 ok 你可以回去了 最好是今天 你就叫美國 拍一個空的來 然後你全部回到金馬去 就一批一批的 是不是 我就給你運送過去啊 你回到金門馬祖 你繼續你的選舉 你繼續你的憲法 欸 世界紀錄傳輸 你也會有一整頁 最小領土的 最完整的法律體系 金門馬祖國 了不起 了不起 馬總統一直說 謝謝 謝謝 拜拜 ok 所以今天我 東西南北 談一點 美國的基本精神 另外大家有問題 就私下跟我討論 好謝謝各位 起立 立正 起立 起立 休息10分鐘